第四章 奇遇 冒险家们在林肯岛上已经七个月了 他们始终不曾发现有其他人 现在 一颗小小的子弹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这颗子弹显然是从枪里射出来的 除了人类以外 谁还会有枪呢 潘格洛夫把子弹放在桌子上 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惊慌得好像白日里见了鬼似的 史密斯拿起子弹 在手指间来回的转动 然后 转身向潘格洛夫问道 你能肯定 重大的小猪不到三个月大吗 不会再多了 潘格洛夫回答 我在陷阱里发现它时 它还在吃奶呢 好吧 工程师说 这说明最近三个月 有人在林肯岛上开过枪 也就是说 在我们到这里以前 岛上有人住过 要不然就是三个月内 有人来过这儿 这些人为什么会来 他们是些什么人 现在还在不在岛上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 这些问题很重要 我更认为 这些人是不久以前才登陆的 也许只是路过 因为我们在富兰克林山山顶上俯瞰全岛时 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 因此 可能是在几星期前 这些人被风暴吹到海岸上的 我们应该小心一点 记者说 这也是我想劝告大家的 史密斯说 说不定是海盗登陆了 史密斯先生 水手问道 我们先造一只小船怎么样 有了船 我们就可以顺着河流随意观察小岛 凭我的能力 最多五天就能造一只小船 保证适合在慈悲河上航行 五天造一只船 木头搭 那步不太相信 五天 木头搭 潘克洛夫答道 说得更确切一点 是树皮的 五天之内一定弯工 那好 干吧 工程师答道 另外 我们平常要多加小心 打脸时不要离花岗事工太远 第二天 潘克洛夫开始工作了 他要造的是一只简单的小船 能够在慈悲河上航行就行了 水手选用了坚韧的画树皮 用钉子把树皮一片片的连接起来 他在工程师的帮助下 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史佩莱和赫博特负责供应食品 赫博特使用弓箭和鱼叉越来越熟练 他们打到了大量的刺鼠 水豚 袋鼠和野猪 在打猎的时候 赫博特经常和史佩莱弹起子弹问题 赫博特甚至还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大树 居高临下的四处眺望 可是 海岛和海上不见一只船 一缕青烟也看不见 但在10月28日 又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赫博特和纳布沿着海岸散步 他们碰巧遇到一只大绿海龟 它的壳和肉都是绿色的 他们上前去捉它 可是 海龟把头和脚往壳里一缩 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也不动 赫博特和纳布把鱼叉 叉到海龟身子下面去 一使劲把它翻了过来 这只海龟至少有400英镑 四脚超天 想动也动不了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俘虏呢 纳布说 我们没法把它拖回花岗石宫 就把它留在这儿吧 反正它翻不过身来 赫博特回答道 我们回去拉辆车把它运回去 赫博特又在海龟两旁 放上石头 把它夹在当中 两人就回花岗石宫去了 两个钟头以后 他俩拉着大车再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那只海龟竟然不见了 纳布和赫博特面面相去 随后又四处看了一下 到处也没找到海龟的踪影 两个人拉着空车回到花岗施工 赫博特把刚才的经过向工程师水手说了一遍 那真奇怪了 潘克洛夫答道 海龟只要身子痒过来 绝对爬不起来 也许 工程师回答说 你们走后海水涨潮 海龟在水里翻过身来 然后就回到大海的深处去了 纳布和赫博特认为 史密斯的解释有道理 就没再多问 可是工程师自己却另有疑虑 10月29日 潘克洛夫如期完成了树皮小船 小船全长12英尺 重量不到200磅 船里共三个座位 船头船尾中间各一个 还有两个桨架和一个围鹿 他们把小船带到海滩上 潮水一涨 他就浮了起来 潘克洛夫跳上船 一面摇路 一面悬摇这只船多么的好 他请另外四个人都进到船里 准备试航 他们决定沿着海岸 一直滑到第一个海角 大家马上坐好了 潘克洛夫坐在船尾摇路 纳布和赫博特各掌一只脚 天气晴朗 海面上风平浪静 航行非常安全 他们滑到离海岸约一英里的地方 好好的看了一下弗兰克林山 然后继续沿岸航行 石佩莱手握铅笔 在笔记本上把海岸的轮廓画下来 纳布赫博特和潘克洛夫一面聊天 一面观察着海岛 史密斯一眼不发 他只是凝视看着 好像是在观察一个陌生的地方 小船行进了三客中 到达了海角的顶点 潘克洛夫正想掉转船头 赫博特突然站起身来 指着海岸上说 那边有个黑色的东西 大家都朝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远远地看好像有个大木桶 他们哀了几脚 小船就进入了一条小河 船上的人跳到了岸上 的确那是两只大木桶 一半埋在沙里 还牢牢地绑着一只大箱子 这只箱子借助木桶的福利 一直在水面漂浮 后来就在海滩上搁浅了 大家都围到这只大木箱旁边 箱子是橡木的 外面包着很厚的瘦皮 用铜钉子钉在上面 非常严实 两个巨大的木桶密封着 被绳子牢牢地绑在箱子的两边 可以肯定 曾经有船在附近遇险 有人把箱子扔了下来 拴上木桶 试想日后能够再找到箱子 也许 这事也和子弹事件有关吧 可是 他们环视四周 既没有发现断了围杆的孤舟 也不见行驶的船只 水手举起一块大石头 打算把箱子砸破 可是工程师却抓住了他的手 潘克洛夫 他说 不要把箱子毁了 也许能用得着他 我们把他带回花岗施工 可以很轻松地就打开 我们还可以清点一下里面的东西 以后 要是找到他的主人 就把箱子还给他 要是找不到的话 那就归我们了 潘克洛夫喊道 他们把箱子连同木桶 摔在小船的后边 潘克洛夫和纳布 用桨挖开泥沙 小船拖着箱子 马上就绕过海角 他们把这个新发现的海角 命名为遗物角 小船在花岗施工下面靠了岸 探险家们把小船和箱子 都拖上沙滩 纳布跑回家 拿来几件工具 水手动手 把两个木桶卸下来 然后用凿子和锤子 打开箱子上的锁 箱子开了 他们把里面的东西 一一拿出来 放在沙滩上 他们感到心满意足 因为箱子里有工具 武器 仪器 衣服 书籍 他们都细分了一下 工具有斧子 豹子 枣子 锤子等 武器有火枪 刀 火药 雷管等 仪器有六分仪 望远镜 指南针 照相器材等 衣服有衬衫 长袜 器皿有汤锅 铜锅 铁盘 叉子等 书籍有一本圣经 一本地图 一本玻利尼西亚 成语词典 和一部自然科学词典 显然 这个箱子的主人 经验丰富 他料到要预写 因此 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他们对书籍 用具和武器 进行仔细的检查 可是 这些武器和仪器 都与众不同 没有制造厂的牌号 而且 简直跟新的一样 因此 从这些东西上 他们发现不出 丝毫线索 但不管这只箱子 是从哪来的 对林肯岛上的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财富 当天 他们把各种物品 都搬进了花岗施工 这一天是10月29日 恰好是星期日 临睡前 赫伯特要求工程师 给大家念一段福音 史密斯拿起圣经 正要翻开 帆克洛夫拦住他说 史密斯先生 我很迷信 你随便翻开一页 把最先看见的 那一行念出来 看看 是不是和我们的遭遇相合 史密斯微微一笑 按照水手的意思 随手一翻 恰好 这一页加着一枚书签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 有一个铅笔画的红十字 他念道 反祈求的就会得到 寻找的就会找见 第二天 10月30日 为了搜寻遇险的船只 大家准备开始新的探险 他们决定顺着慈悲河 向上游航行 一直到西海岸去 那步备足了三天的食物 他们带了两把砍柴斧作为开路的工具 一戏方面则带了一副望远镜和一个指南针 至于武器 他们选了两支碎石击火枪 还有一支马枪和一些弹药 又带了五把尖刀藏在皮窍里 有了这些装备 他们可以放心的到大森林里冒险了 早上六点钟 小船离岸了 他们向慈悲河口驶去 现在正是涨潮的时候 船身借着潮湿 在两岸之间迅速前进 他们越走河面越开阔 慈悲河两岸的景色秀丽 和右岸生长着美丽的榆树 这是建筑用的好材料 赫伯特还发现了一种盘藤灌木 它的枝条可以做成极好的锁具 小船总要不时地停靠下来 使佩莱、赫伯特和潘克洛夫 就拿着枪和托普跳上岸 除了打一些野位外 还可以碰到一些有用的植物 像水芹、萝卜、无精和芥菜等等 他们把这些植物 小心翼翼地连根挖起来 带回小船 有一次登岸 石佩莱竟然捉住了四只鞍蠢 他们决定要饲养这些鞍蠢 小船行驶到远溪森林后 他们用枪打到了一只啄木鸟 和半达猩猩鹦鹉 早上十点钟 他们把船停在慈悲河口的第二个乖叫 在美丽的树荫下吃了早饭 然后继续航行 往富兰克林山滑去 不久 潮水开始退潮 他们只好利用双脚划船 逆流前进 过了一会儿 他们看见了一片茂盛而美丽的蜜林 尤加利树 赫布特喊道 那的确是种美丽的树木 那是一种亚热带的大树 有的高达200英尺 树壁力有芳香的红色树枝 它的叶子向下垂直 尤加利树是做家具的上等木料 这一棵的树都有很多实际的功用 它们头上的尤加利树 可以驱除脏气 所以 林肯岛上的它们是不会得瘧疾的 慈悲河两岸都是一望无际的尤加利树 河川里长着很长的水草 甚至还有突出的岩石 航行开始变得困难 而且河水越来越浅 小川很快就不好走了 史密斯看天色一万 决定就地速营 小川在右侧的一棵大树下靠了岸 它们跳下船 在一层小树下升起一堆篝火 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晚饭 然后到帐篷里睡觉 入夜的时候 它们燃起了一堆旺盛的烈火 在黑暗中 灌木丛中仿佛有一些野兽 偷偷地走来走去 可是一夜过去了 平安无事 第二天 10月31日 它们早早地起来 早上六点钟 大家匆匆地吃过早饭 找了一条去荒岛西岸的捷径 它们把小船小心地拴好 然后出发了 帕克洛夫和纳布 准备了至少两三天的食物 这样就不需要打猎了 工程师要求大家不要随便开墙 免得万一被人发现 森林里的树木 大都在湖边见到过 因为树木长得不高 而且幽密 探险家们不得不一边用斧头 开路一边前进 在路上 它们碰到了无数只猴子 这些猴子看到人类 都露出惊讶的神色 它们在树之间纵跳自如 通行无阻 九点半的时候 它们走到了一条 三四十英尺宽的河流 河水湍急 很深也很清澈 但是不能通行 史密斯断定这条河通向大海 于是告诉大家沿着河岸往前走 可是潘克洛夫却要捕点鱼再离开 他趴在岸上 把手伸到水里去 从石缝里抓起一把活枇杷虾来 不到五分钟 他们装了满满一袋枇杷虾 然后继续上路了 十点半的时候 赫伯特在队伍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下来 喊道 大海 几分钟以后 西海岸的全景就呈现在面前了 这里和东海岸明显不同 没有岩石也没有沙滩 森林一直延展到海边 海岸上面就是美丽的树木 他们来到一个小河岸上 它是一条通向另一条河的海峡 这条河的河水不是缓缓的流向大海 而是从一个四十多英尺高的高地倾斜下去 形成了一个大瀑布 于是他们把这条河命名为瀑布河 这天天气晴朗 纳布河潘克洛夫到一块山石上准备午饭 午饭吃完了 十一点半的时候 工程师下令继续搜索 他们从瀑布河向爬虫脚走去 路上到处是灌木和爬藤 因此进行缓慢 在这里实在看不出有船遇险的迹象 就算是有 遗物也可能被海水冲走了 下午七点钟的时候 探险家们到达了爬虫脚 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这里是海边森林的尽头 海岸又出现了岩石、岸礁和泥沙 因为夜幕降临 他们只好明天再搜索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去寻找合适的宿营地 他们发现 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洞穴 在洞穴里栖身 可以躲避夜晚的冷风 他们正要走进一个洞穴 突然听见一声吼叫 潘克洛夫赶快抓住了赫伯特的肩膀 推到一块岩石后面 这时候 一只色彩斑斓的野兽 从洞口钻了出来 这是一只美洲豹 身子有五英尺长 它金黄色的毛上 长着黑色条纹和卵型黑点 它是老虎的劲敌 和花豹一样都是可怕的猛兽 它往前迈了一步 望着四周 毛发倒树 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闻到人味了 这时 记者从一块岩石后头露了出来 他对赫伯特做了一个手势 叫他不要动 他走到离美洲豹有十英尺的地方 站在那里 端起枪 瞄准野兽 一动也不动 豹子正要纵身扑过来 突然 记者一枪打中了他 他硬生倒在地上 大家都跑了过来 齐声称赞史佩莱的冷静和枪法 为了防止别的野兽袭击 记者提议在洞口燃起一堆火 这样野兽就不敢进门了 于是 纳布剥了爆皮 他的同伴们捡了许多干柴来堆在洞口 史密斯砍了一些竹子和木柴放在一堆 做完这些 他们就钻进暴洞里去了 吃过晚饭 他们把洞口的篝火点了起来 一串串的爆炸声响了起来 这是竹子燃烧的声音 像炮仗似的 任何野兽听了这种声音都会害怕 史密斯和伙伴们在美洲豹的山洞里 像土拨鼠式的睡了一夜 日出时 他们来到海角尽头的海岸 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海面 可以断定 海上既没有航行的船 也没有遇难船只的残骸 岸上也是这样 看不见任何可疑的东西 为了消除心中的疑惑 工程师打算再到荒岛的南岸 也就是爪脚去查看一下 经过讨论 他们决定从这里直接去爪脚 然后再从爪脚回到花岗施工 全程大约40英里 至于小船 暂时放在河里两天 这时 那不提出疑问 假如我们沿着海岸到爪脚去 在绕过爪脚时 道路就会被慈悲河挡住 既没有桥又没有船 怎么渡河 潘克洛夫拍拍胸脯 满不在乎的说 没关系 只要有几根树干 我保证 马上就可以做一只木筏 咱们能毫不困难的渡过河去 大家受到水手情绪的感染 顿时信心百倍 事实上 人人都想解开心中的疑团 早上六点钟 队伍触发了 他们枪里都装上了子弹 托普在前面搜索 大家跟在他后面前进 探险家们走到海角尽头 再拐向东北 到了华盛顿湾 在那停留了片刻 大概的看了一下 没有一点围杆和木板的影子 经过二十英里的路程 下午一点钟 他们到达了华盛湾的另一边 停下来吃午饭 休息了半个钟头之后 大家继续赶路 凡是经过的地方 到处都要检查一番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 来到一条小溪边 小溪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口 石匹莱建议在这休息一下 大伙马上同意了 因为经过一番跋涉 他们都饿了 几分钟以后 纳布从口袋里拿出食品 大家坐在一层美丽的海松下面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这儿高出海面五六十英尺 视野宽广 可以看到一大片海洋 但工程师用望远镜望来望去 还是找不到船只的踪迹 看样子 石匹莱说 不会有人和我们争夺林肯岛了 可是 赫波特大声说 那颗子弹可不是想象出来的 那为什么总是不见船只的影子呢 记者问道 或许 工程师回答说 三个月以前或者更早一些 是有一只船上这来过 而现在已经离开这了 既然这样 我们就继续赶路吧 潘克洛夫说 他怀念几花岗事工这个家来了 他们正要起身 突然听到托普大叫 他从树林里跑出来 嘴里咸了一块脏布 那布一把抢了过来 那是一块很结实的布 托普一边叫 一边来回乱跑 他们跟着狗跑进了树林 几分钟之后 托普在大树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停住 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下跳跃着 叫得更响了 突然 潘克洛夫发现 一棵松树顶上有一大块白布 这是我们的气球 气球遗留的全部东西 全在那棵树顶上 这些布够我们用好几年呢 我们可以用它做衬衫 哈哈 那布赫伯特和水手爬到树上 花了两个钟头 把气囊和网子 套环和吊绳取下来 这真是喜从天降 水手说 这个气球是没用了 就算将来我们离开这个岛 也不会成气球的 这种气球根本不会听我们摆布 我们可以造一只大船 用那些布足够做翻了 剩下的就用来做衣服穿 以后再说吧 帕格洛夫 史密斯说 现在要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把布拖到岸边 那里有一个石洞 他们把布放了进去 一切都收拾停当 他们又给小港起了个名字 叫气球港 然后就沿着爪脚继续前进 当他们走到发现箱子的遗物角时 天色已经昏暗 在这里 还是找不到一点难船的痕迹 遗物角离花岗施工还有四英里 他们沿着海岸来到慈悲河口 已经是午夜了 这里的河面大约八十英尺宽 渡河很困难 潘格洛夫打算实现自己的诺言 制造一个木筏 他和纳布拿着斧头 在河边选了两棵树 动手砍了起来 赫伯特跟着走到河边 突然指着慈悲河喊道 是什么东西在飘 潘格洛夫停下手中的活 在黑暗中 看见有一个东西在河面移动 是小船 他喊道 大家都跑上前去 果然 有一只小船向前飘来 等船靠近的时候 他们才看清楚 那正是他们的小船 船上的绳子肯定是断了 它才从慈悲河的上游 一直飘来的 纳布和潘格洛夫 用一根长杆 巧妙地把它搭住了 小船靠岸了 大家陆续上了船 绳子确实是磨断的 但奇怪的是 这只船竟这么凑巧 在这时候 这个地方被他们解住了 他们划着小船 不一会儿就到了慈悲河口 小船停在石窟附近的岸边 大家下了船 往花岗石宫的软梯跑去 正在这时候 托普突然愤怒地叫起来 纳布正在找梯子 也喊了一声 梯子不见了 七个月以来 他们还没有遇到过一件这样的怪事 是谁和他们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朋友们 史密斯说 现在我们只有先回石窟 安下身来 等到天亮再见机行事 他命令托普在花岗石宫的窗下首页 托普听到命令后一声不响 就留在悬崖脚下了 他的主人和伙伴们则去石窟找地方睡觉 这些人虽然非常疲倦 但在石窟里怎么也睡不着 他们急于想知道 到底是谁霸占了花岗石宫 那里有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被洗劫一空 他们就要从头做起 他们焦虑不安 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刚亮 大家就马上回到花岗石宫下面 透过遮蔽的枝叶 可以看得到窗户紧闭着 可是本来关好的门 现在却敞开了 有人到花岗石宫里去过了 门槛上还露出一节软梯 潘克洛夫朝着上面大喊了一会儿 没有人回答 赫伯特在舰上积一根绳子 然后把舰设向门槛上软梯的 第一个空档里面 这样就可以拽舰上的绳子 把软梯拉到地面了 赫伯特拉满弓 舰带着绳子支飞出去 正射进软梯的最后两档之间 赫伯特马上抓住绳头 正要把软梯拉下来 突然 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 抓住绳子 把他拉进花岗石宫去了 水手看得分明 那是一只猴子的手 这时 两三只猴子从窗口露出脸来 向下面的人做鬼脸 水手举起枪 瞄准一只猴子开了一枪 那只猴子掉到沙滩上 其余的都不见了 赫伯特一眼认出 这是一只星星 猴子们再不敢露面 下面的人一时也想不出办法 公尺是叫大家先躲起来 等猴子们以为人走远了 会重新出来 石佩莱和赫伯特埋伏在石头后面 一看见他们出来就打 纳布潘克洛夫和史密斯 到森林里打猎去了 半个钟头以后 打猎的人带回来一些野鸽子 他们把这些鸽子烤得香味四溢 还是一只猴子也没有出来 又过了两个钟头 猴子们还是没有动静 好像失踪了似的 工程师和伙伴们只好另想法子 他们突然想到 可以从原来湖边的洞口 到花岗石宫里去 他们带上武器 锄头和铲子 离开石窟 爬上慈悲河边的低岸 往眺望港走去 可是他们刚走了还不到五十步 就听见托普狂吠起来 于是大家回到花岗石宫前 原来猴子不知为什么 突然受了惊 正要逃走 他们晕头转向 已经忘记了把梯子放下来逃跑了 有几只从一个窗口 爬向另一个窗口 这时居民们开始开枪射击 许多猴子一阵叫喊 有的跌到房间里了 有的跌在地上 摔得粉身碎骨 几分钟以后 花岗石宫里 没有了猴子的声音 这时 只见一条软梯 从门槛上掉了下来 一直挂到地上 真奇怪 工程师说着 跳上了梯子 大家跟着他往上爬 一会儿来到了门前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这时 只听得一声大喊 接着 就有一只很大的猩猩 从走廊里冲进屋子里 纳布在后面追赶着 潘克洛夫气愤地拿起斧头 正要往猩猩的脑袋上砍去 史密斯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说 饶了他吧 潘克洛夫 梯子是他扔给我们的 可是 大家还是扑到猩猩身上 很快就把他捆了起来 潘克洛夫说 现在已经捉住他了 该怎么处置呢 把他当我们的仆人吧 赫伯特答道 这只星星是类人猿的一种 个子非常大 体格匀称 头颅不大不小 脑袋圆圆的 鼻子突出 长着一身光亮而柔软的毛 眼睛比人的小一些 露出智慧的光芒 如果经过训练 他应该可以干些伺候人的活 我相信他会伺候得很出色的 赫伯特说 他很年轻 很容易训练 我们只要带他好一些 他很快就会顺从主人的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水手走近星星 问道 你愿意为史密斯先生服务吗 心情哼了一声 算是回答 待遇只有一日三餐 满意吗 他又肯定地哼了一声 这样谈话像是独白 石佩莱说 这样好 潘克洛夫说 最好的仆人就应该沉默寡言 于是对屋里新添了一名成员 水手为了纪念他过去 见过的一只猴子 就把他叫做朱波德 简称杰普 就这样 没有其他仪式 小杰普就在花岗石宫里住下了 你怎样 那种小杰普就在花岗石宫里住下了 咱们和少年 爹的一只猴子 在花岗石宫里住下了 这小杰普就在花岗石宫里住下了 这小杰普就在花岗石宫里住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